当地时间6月2号 印度奥迪沙邦发生列车相撞事故 三辆列车先后发生了碰撞 据印度媒体报道 事故已经导致120人死亡 超过800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号晚7点左右 一列从西孟加拉邦 开往泰米尔纳德邦的客运列车 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 碰撞发生后不久 又有一辆客运列车与事故列车相撞 事故故造成12个车厢被毁 多个车厢脱轨 事故发生后 这条路线的火车运行严重受阻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由于铁路设施陈旧且年久失修 印度列车出轨及相撞事故频繁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